人生难免会错过 可能会错过公车 可能会错过考试 或者错过爱情 随着时光的推移流逝 我不想再错过 嘿 彭先生 他那么帅气 去哪里啊 我高中母校69年轻 回学校跟老同学聚聚 同学会啊 你一定是你们班最帅的一个 我老婆生结的时候 不是吧 都说我是老头子了 一点都不老 你又年轻又帅 祝你玩得愉快哦 好 拜拜 拜拜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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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又错过了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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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要20分钟后才会到哦 哦 谢谢啊 哎 可是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知道我要等的公车 要什么时候才会到 只要下载这个公车APP 上面记录公车的到站时间 还有 现在走到哪里了 真的非常方便哦 现在科技还真发达哦 哎 时代进步了 哇 年纪大了 老了 跟不上了 不会 我到老 学到老 现在学也不晚啊 这些3C产品就是为了要帮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 只要一点小运用 就可以让生活更加的满足哦 那 那这会很难吗 不会 趁着公车还没有来 现在我教你怎么使用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我正想问你呢 你就跟我说了 告诉我 怎么用 长盛啊 上次孝庆的时候见到你 我真的好开心哦 想起 高中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打工车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 我们有甜蜜的快乐 哎 光光光五安 最近你时间都做了很准的 现在科技那么发达 只要学会了上网和APP 生活啊 就能够变得更便利了 哎 我现在啊 是从山顶洞人变成了现代人了 哈哈哈哈 你没吃的 是我地早到了 对了 你看 我现在很会有手机的APP哦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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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mo